小朋友现在我们看一看第十一页 写上热漆 灯 灯 这个是灯 家家户户都一定要有灯 有灯才会有光亮 灯是指发光的器具 主要是用来照明 照亮 我们先看看灯的笔画 1点 2撇 3撇 4点 5横 6树沟 总共有6画 这里是它的笔顺 下来我们读一读 电灯 电灯 灯笼 灯笼 中秋节 大家提灯笼 中秋节 大家提灯笼 这是灯笼 中秋节的时候提灯笼 然后吃月饼 在下面的念一念 天亮了 请关灯 天黑了 请开灯 再读一次 天亮了 请关灯 天黑了 请开灯 天亮的时候呢 我们就关上灯 这样可以省电 然后呢 天黑了 就要打开灯 小朋友 现在放开这个练习纸 写上今天的日期 我们看题目 用红色彩色笔 把灯圈起来 要红色 打出红色 然后把这里的字呢 我们把它圈起来 这个字红色 小朋友把它圈起来 红色 接下来呢 用蓝色彩色笔 把灯笼画叉 灯笼要画叉 但是这个蓝色的字呢 我们把它圈起来 这个是蓝色 蓝色的是要画叉 所以我们先看一看 如果是灯的话呢 要用红色圈起来 我们先找灯 来拿出红色 我们看看哪个是灯 这个是灯吗 这是灯 所以我们用红色的 把它圈起来 接下来再看一看 这个是灯吗 不是 我们不要管它 我们先不要管它 这个是灯吗 不是 这个是灯笼 我们也是不要管它 这个是灯吗 对 这个是路灯 我们用红色 先把它圈起来 然后最后这个 这个是灯吗 不是 这个是灯笼 所以呢 剩下这些呢 是灯笼 我们用蓝色呢 全部把它打擦 打擦 打擦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这一个字 灯 灯 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写灯 一点 二撇 三撇 四点 五横 六速钩 再次 一点 二撇 三撇 四点 五横 六速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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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下面这里也是要完成 一点 二撇 三撇 四点 五横 六速钩 小朋友把它完成 对 五 六 三撇 三撇 六